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黑镜第四季,剧情方面已经大不如前 除了最后一集的安黑博物馆还有些看头外 其他的剧集真的是差强原因 尤其是金属头 感觉金属头的导演努力地运用了黑白的摄影手法 以及女性的角度,应该是想要突破创新的 但结果依旧让人失望 这部影片又是采用了末日题材 而且是机械战里 这次的机械没有采用十分高智能的机械 而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仿人类的机械狗 影片里说这种机械智能狗动作十分灵敏 而且还能发射炸弹爆破以及跟踪信号 只是我怎么看这狗怎么觉得像蟑螂呢 一点都没有看出来狗的可爱 电影里一只可怕的金属狗对着女主角贝拉穷追不舍 在末日里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异常艰辛 而贝拉之所以出来也是为了寻找物资药品 所以简单来说 故事的线路就是贝拉在寻找物资的过程中 不幸被金属狗发信追踪一番争斗后 最终无可避免地选择死亡的故事 这部影片都是用黑白的镜头进行射像 画面十分的清晰 拥有一种绝望和苍凉的感觉 女主角贝拉和金属狗在荒物人际的丛林中对峙 贝拉爬上了树 而金属狗一直守着它 这部分的剧情还是很有紧张感的 而贝拉的表现也是十分的机智 只可惜贝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并没有永绝后患 那个时候金属狗已经失去了低能 贝拉却没有能对金属狗做出什么强烈的迫害 导致最终还是被金属狗发现了 定的最后 本以为那辆不满灰尘的车 可以成为女主贝拉的救命稻草 没想到车厢却没有了 而贝拉的脸上被注入了跟踪器 也注定了会有更多的金属狗来 贝拉最终选择自杀 就像这个房子原来的主人一样 其实这对主人死在床上 或许是对末日的绝望 绝对没有生存的希望 影片表现了末日的人们挣扎修存的一个缩影 并没有大体的讲述背景 因为像是如此智能感的金属狗 并不觉得他们有侵占整个地球的能力 至少需要有更加智能 更加高等级的机器操控者存在 才有这样的可能 如果加上了这部分的设定 会让巨型变得更加的跌宕起伏 而不会像现在这般平淡 虽然说写实的手法也是不错的 大多数人确实像贝拉一样 挣扎在末日 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了末日的悲剧 就是这么猝不其房的降临了 而人们所能做的 也就是偏尽全力的抵御灾难 但面对着强大的敌人 最终还是无可奈何 因为自身的弱小 最终没有迎来很好的结局 但总体来说 这部影片的利益并不明确 除了挣扎求损 并不能看出影片是想要隐喻什么 或者是希望警示什么 或者说黑镜整体都反映了 对于科技发展的担忧 但是关于这一步 狙击处理也仅仅是差强原因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